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我是Mike 首先我们照例来看一下上周五市场的情况 咱们在上周五的澳洲股市是扭转了上周四的一个大跌 成功的是上涨了,虽然很少,但是也有0.2% 从盘面上来看的银行和矿业股依然是没有太过亮眼的表现 除了奶粉股以外,澳洲著名的奶粉股A2和贝拉美是轮番上涨 在周四贝拉美成功上涨13%,上周五A2则上涨11% 到今天的时候贝拉美再一次上涨12% 所以说现在是感觉上银行和矿业都是无法支撑大盘 虽然说奶粉股占整个大盘的比例非常之小,但是他们的表现非常的亮眼 另外中国股市在上周五也是大约下跌了0.3%,上涨指数依然是在3150点以下,没有太多可以说的 那么在欧美方面呢,在上周整体上是以这个轻微上涨为主 但是呢,在上周五个交易日中,包括了英法德以及美国呢,都是处于一个累积的轻微下跌 那么在其他方面呢,原油价格目前在上周五是上涨0.7%,黄金呢,则保持不变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这个市场的热点话题 我们在之前说到,在连续几周,之前说到的是美国的加息,以及呢英国的大选 那到了这个星期呢,终于也算轮到了中国 我们知道在本周三,一个重要的决定将会直接影响到中国股市未来长期走势 是什么呢?就是又一次,这个我们叫做老太婆的裹脚步,又长又臭 就是呢,关于是否同意将中国的A股纳入到国际指数基金的决定中 这个决定会在周三的早上公布 那这个决定就像是我感觉到呢,就像是在这个2000年前啊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一样 美国之前每一年都要讨论呢,是否给予中国什么叫最惠国待遇 每年都要搞一次 那么在过去的三年中呢,中国已经努力想把一国A股呢,也推销出去 但是都失败 我之前跟大家也说过多次,这个之前失败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呢 说这个A股啊,它是走势不稳定啊 或者说呢,它这个P1或者叫做市场是盈率太高等等这些原因 其关键的本质原因呢,还是呢,一个外汇的管制问题 也就是说资金很难进 然后呢,你卖了股票呢,资金又很难出 所以这个外汇资金的渠道啊,是前几次限制呢,中国A股成为世界指数基金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那从现在过去两年的情况来看呢,现在情况有所好转,但是没有完全解决 为什么说有所好转呢,我们知道护港通和深港通陆续开通 现在国外资金可以曲线救国,从香港啊,来购买A股的股票 这是一种比较间接的方式 但是呢,直接的方式目前依然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也就是说,可能几十亿啊,甚至于一百多亿还可以商量 但是长期未来如果以千亿美元来这么大的量来计算 进入之后,如果赚了钱再出去啊,把这个人民币换成美金再汇出去 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其实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根本上解决啊 所以说呢,现在大家也是在猜测 今年的这个加入世界指数基金的成功率啊 目前也仅仅只有60%到70%啊 没有人敢说绝对可能啊 那么其实说啊,我们说到这个 如果我们抛开之前说的这些这个那个原因不管 如果真的这次能够成功啊 那么将会在未来五年内给A股呢 带来超过呢,2000亿美元的国际投资啊 也就是14000多亿人民币啊 这个量是相当之大 那这将会极大的改变 现在A股呢,仅仅是一个国内投资者参与的一个情况啊 那更加重要的是呢,其实作为一个行业的监管者呢啊 我们不要想的太过阴暗啊 整天想的A股呢,就是割韭菜啊,就坑散户的钱啊 这样的思维其实对于整一个行业呢 它的进步是没有好处的啊 虽然说很多时候这个问题的确是存在的啊 但是我想呢,如果以后我们是作为这个社会的主力阶层啊 我们要从自身做起啊,不要去搅乱这个市场 所以说其实呢,从监管层就证监会的角度来考虑 他们也是希望啊,改变目前中国A股的这个混乱情况啊 也就是说改变以散户为主的参与者啊 通过逐步引入国际的投资者啊 特别是长期战略投资者来优化目前的参与者结构啊 那么呢,把希望把A股这一潭死水呢 逐步逐步的用化学药品呢,把它稀释成清水啊 所以说我们知道呢,证监会在过去一两年也几次发文 希望投资者呢,要避免过度交易啊 去鼓励投资那些优质公司啊 鼓励公司分红啊 通过这些方式呢啊 希望把中国的A股呢和全世界其他股市一样啊 做到逐步逐步的一个融合啊 就是呢,以机构投资者参与为主 散户呢,自己不会理钱 就把钱呢给专家让他们去做啊 所以咱们知道这个A股的改革之路啊 未来很长 或许呢,也是非常的艰难 但是我要说,这一步呢,就必须要走 说完A股之后,咱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数字货币啊 因为这个数字货币实在是太过火热了 上周我个人说到了这个比特币啊 从2000多美金涨到3000多 3000多又掉到2200 很多朋友们呢,打电话来说说 哎,麦克这个比特币现在已经这么高了 那这个明显呢,啊,价值太贵 但是呢,像其他的数字货币 像什么以太币啊,莱特币啊 啊,他们只有几百 甚至于只有几十块美金 是不是他们也会成为下一个3000美金的比特币呢 啊,那对于这样的问题 其实我也是哭笑不得啊 因为我在上两周啊 几次说到过我个人反对啊 比特币的原因并非是因为它价格太高啊 啊,而是因为它这个价格和它本身的价值不成比例 啊,另外一点呢 我们知道这个数字货币啊 它很容易被复制 啊,它没有一个怎么说呢 叫做独一无二的这个独特性 啊,今天有比特币 明天有C特币 后天有D特币 啊,这个可以看到嘛 现在就有了以太币啊 什么莱特币啊 啊,都是一样的事儿 另外一点呢,也是我们知道它的匿名性呢 一旦是受到政府或者说某一个国家的政策影响 也会对它的价值产生巨大的负面效应 啊,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数字货币是今年金融市场里面最火热的行业 没有之一 就是最火热啊 它就似乎呢 就像是2016年的石油啊 或者是2016年的黄金一样啊 占据了绝大部分投机商的眼球 啊,那么如果你要说我想投数字货币该怎么办呢 啊,那么我可以说 首先你要投资钱 你要想好 你这是投资 还是呢,想趁机捞一把 啊,如果你只是想短期捞一把就跑 啊,能赚多少赚多少 那么也行 你就要准备好这笔钱投进去 有可能是有去无回 啊,那如果你是做好了有去无回的准备 啊,一定要投 那么啊,小资金可能只能投一两个 但是如果资金稍大 我们可以用这个风投基金的方式 就是呢,投资不投比特币 但是投的是数字货币 这个行业啊 把市场占有率前五名的货币全部买一遍 啊,这样来说的话呢 之后的暴涨 不论是前五名中哪一个出现暴涨 我们的本金都可以轻易的收回 但是我还是要说一句的是呢 这个数字货币虽然是今年热炒爆炒的一个热门 但是现在它的定义 它的价值定义依然没有得到统一 也就是说连参与者自己也不知道比特币到底是值多少钱 啊 那么有的这个中心耿耿的这个用户者觉得比特币以后可能是一个上 可以上一万美金啊 上五万美金啊 那对此呢啊 我个人我也不知道 因为说实话我也不是比特币的专家啊 但是这个数字货币呢 作为金融市场里面的一个新兴的热门啊 我们不得不要去关注 我们不能排斥它啊 要去研究一下它到底有没有操作的可能啊 但是从目前为止就比特币的价值而言 在我看来三千美元一个严重的超过了它本身的价值啊 所以说大家想好了啊 如果是玩一玩啊 或者说想捞一把就走 少资金的 那我也无话可说 但是对于大资金希望做到稳健投资 长期回报的 那么数字货币今年这种恶炒的局面 并不适合我们这些做长期稳定的啊 这个投资选择的客户啊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要说的这个话题 今天说的呢 是中国的A50指数啊 我们看中国的A股指数啊 现在三千一百五十点 似乎仿佛好像啊 搞了二两年多快三年了 还没有什么动静 但是如果我们看A50 也就是A股最大的五十家公司啊 他们在股灾之前曾经啊 接近于一万五千点 股灾最低的时候呢 大约是在八千三百点左右 现在价格已经恢复到了一万一千点 那从八千三到一万一 涨幅大约是两千七百点 其实涨幅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二十五 甚至于百分之三十啊 3824超过了百分之三十啊 但是我们要知道了呢 现在仅仅这是A50 也就是说是最大的五十家公司啊 我们说一句刚才说到的 这个A50今年是否能够加入指数基金 如果周三出来是好消息啊 加入到世界指数基金 那么最大的这五十家公司 毫无疑问将会成为国际投资者 抢购的一个首选产品啊 所以说如果本周三 中国指数能够成功的加入到 世界指数基金中 A50未来还会涨啊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重中之重啊 那么最后呢 投资者今天需要注意的事件 今天晚上十点钟 美联储官员啊 副这个美联储的副 副主席将会出来讲话 也会对美元产生一定的影响 但是影响力不会特别的大啊 那感谢大家收看今天 GoMarkets每日财经点名 我们明天再见